你是什么人 在弄什么鬼 张无忌小时候被维一笑丢进无名鼓 这才在白元腹中得到九阳真经 自是一眼认出了维一笑 维一笑拥有绝顶轻功 来无影去无宗远胜灭绝师太 丢下鹅眉弟子的尸体消失不见 灭绝师太一剑展开黑布 发现自己的徒弟静虚 已经被维一笑吸干了鲜血 根据这绝顶的轻功 以及吸人鲜血的嗜好 灭绝师太很快猜出了维一笑的身份 丁敏君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被灭绝师太训斥了一顿 灭绝师太清楚地知道 他没能救回徒弟静虚 就已经输给了维一笑 若是还像丁敏君一样沾沾自喜 那他就枉为一派宗师 画面来到光明顶 明教五散人中的三人 得知明教有难返回护教 杨霄在维一笑的拥护下 成为了明教的代教主 三大散人心中有所不服 话里话外不愿承认杨霄的身份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代教主 这都是福王的意思 那就等福王到了以后再说吧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正和武器掌机使研讨应对 只是不知道六大门派如何围攻我光明 六大门派 正所谓来的瞌睡就送枕头 有个神秘人一直在帮助明教 也是他告知杨霄等人 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一事 这次又带来的绝佳情报 让杨霄能够运筹帷幄 要打六大门派一个措手不及 朱元璋为了增加胜算 向杨霄提出建议 可以邀请白眉鹰王鹰天正相助 杨霄此前得罪过鹰天正 担心会被鹰天正拒绝 如今在众人的劝说下 决定飞哥传输给鹰天正事实 鹰天正得知明教有难 并不打算置身事外 立即命令手下的两大堂主 带领天鹰教的人马赶去光明顶 鹰野王这时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他们与杨霄有私人恩怨 可以不必理会鸣教的存亡 画面一转 鹅梅派在赶往一线霞的途中 遇见了武当派的鹰黎霆 鹰黎霆杀死庶名鸣教高手后 赶来与灭绝师太会合 鹰黎霆见过师太 鹰六下 武当上带领弟子一共三十二人 赶到一线霞派 弟子同大师兄之命再次迎接贵派 好 还是武当派先到 鹰黎霆专门在此等候鹅梅派 商议后续对赴明教的计划 猪尔见到鹰黎霆 上前询问起张无忌的下落 鹰黎霆询问猪尔为何寻找张无忌 猪尔不由地说起了蝴蝶谷之事 张无忌这才得知 当年他咬了一口的小女孩 就是眼前的猪尔 原来猪尔 就是在蝴蝶谷中 抓住我的那个少女阿玲 她心中念念不忘的情难 居然是我 鹰六下 鹰黎霆告诉猪尔 他前几天遇见了武猎 从武猎的口中得知 张无忌衰入万丈深渊尸骨无存 猪尔得知张无忌的死讯 瞬间泪如雨下伤心不已 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信号 鹰黎霆立刻看向灭绝师太 说出这是他失职宋青叔的求援信号 灭绝师太不敢怠慢 立刻带着鹅眉弟子前往 他拔出神兵与天剑 挥出一道道凌厉剑气 如同砍菜切瓜一般 轻松杀死了数十名名叫弟子 瞬间将局势扭转过来 为首的长玉春想要殊死一搏 却被灭绝师太一剑削断了武器 沦为了鹅眉派的俘虏 面对热情无比的宋青叔 周芷若态度冷漠并未答话 反而是猪尔叹热闹不嫌事大 调侃张无忌没有宋青叔长得帅 你看那个人啊 眼睛眨都不眨的盯着周姑娘 你不吃葱 我没心情跟你谈这无聊事 当无忌担心长玉春的安危 没有心情搭理猪尔 灭绝师太也在这时 逼问起长玉春名叫的情报 长玉春铁骨蒸蒸 死死盯着灭绝师太 就是不愿透露半点消息